现在是10月1号礼拜五 农历8月25 今天是国庆节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我们继续关注下16号台风蒲公英 它现在等级就是台风 风级12级 就在东京的边上 12小时之后变为10级了 风力越来越弱了 到14小时之后也是10级 那我们关注下 第17号台风 狮子山胚胎吧 这个台风胚胎91W 感觉没什么细了 看这个10月1号 它这个漆压是1007 它这个漆压一直都 没有达到1000以下 这个1010 1004 然后又升上了 又降下去了 又升上来了 然后1007又升上来了 然后到这里1006 然后现在又是1007 又升上去了 所以它这个强度不大 已经没什么细了 所以这个也没有在跟踪它了 10月1号 早上8点之后就没有在跟踪它了 现在都晚上都快晚上8点钟了 北京时间都没有发布它消息 应该是没什么细了 不可能生成17号台风 狮子山了 那接下来的话 10月份肯定还是有一些台风的 那我们再等待一下吧 10月份的台风也会有好几个了 那我们以后继续关注